第2个 当然这就是这一张的重点了 极限 因为咱们记住吧 把基本内容还是帮你扫一下 过一下 极限的问题 有这么几件事情 第1个就是定义了 定义 定义 我在平时讲课也说过 定义的大纲的要求并不低 要求是理解 那这块有什么意思 就是你写一个极限 你用定义的把这个式翻译出来 这肯定要会了 那这块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 区域X0 这个极限等于A的 一个是 区域X大的 极限等于A的 还有一个数列 数列比如说AN NQ穷大的时候 极限是A 那极限定义就是 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咱们这个定义的情况 一般咱们把它记成什么叫 一不是从Δ定义 这叫一不是从大X定义 这叫一不是从大N定义 这三个定义咱们要求掌握 掌握什么程度呢 就基本理解吧 就给这个极限 你用这个三个定义 三个极限 用三个定义翻译出来 并且极限呢 咱们比如说第一个我写一下吧 X去X0 这个极限点A 数学定义呢 是充分比较 从条件角度看 X去X0的时候 极限是A 那说明F跟A的无线接近 X去X0的时候 它无线接近 所以这块有两个无线接近 那咱们用距离来刻画 我们说明一下 极限呢 说本质上的问题 就是用极限来刻画 用距离来刻画 那个无线接近 那么在欧式空间里面 就对咱们学过 意味的情况 就是距离值了 所以这两个距离呢 就有两个字母 这四学别搞天老了 是对认给IPS大约率 存在一个Δ大约率 当这个X-X0的距离值 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都有 这个F-A的距离值 小IPS 因为这个X的距离值 就是表示距离了 说的通俗点吧 就是我想要F跟A 接近到这个程度 那只要X4跟X0 接近到Δ程度就行 这就是基本定义 但同学发现我这个定义呢 跟书上写的有点区别 书上多了一个什么 大约率 多了这部分 定义应该写这部分 但我们光从距离角度解释呢 写了这也可以 大约率什么意思 说明X不等X0 那么为什么写大约呢 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写大约率的目的是哪呢 就是说X去X0的时候呢 或者说函数在X0点可以没有定义 可以没有定义啊 X不等于X0 考虑极限的情况下 当然也可以等于它 那数学定义呢 它是为了什么 任何一个定义写出来 是为了用到范围更广 就讨论极限的时候 这个函数在这个点 可以没有定义 那这种情况太多了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X平方减1 除X减1 X去的时候 是这个极限 那你发现这个函数 X平方减1 除以X减1 在1这点就没有定义 但是可以讨论极限 我们可以把这个约掉以后 变成X加1 极限点1加1点2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定义呢 为了用它的应用范围更广 就包含东西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 咱们加了一个大一点 其实函数讨论极限的时候 这个函数在这点 可以没有定义 也可以讨论极限 那有定义也可以考虑极限 那两个都合到一起 那我们就翻面去更广 所以这个大一点的目的呢 我解释一下 这个定义呢 首先要知道 这两个都是距离 要清楚 还有呢 这个一不是弄 它就有任意性 这必须任意 因为只有任意 才能刻画F-A的 这个无限接近 但要进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只要X 有个Delta Delta存在就行 一般和一不是弄有关系 肯定是不为一的 一不是弄是任意性 Delta存在性 那课本上有那种题目 用定义来验证极限时而已的 那怎么验证呢 就是从这个 就是说要对任何一不是弄带领 要使这个成立 从这里面推理 从这个不等式 推到这块来 那找到这个Delta就行 关键是存在性 这些证明呢 你可以看看 一般怎么考验 一般没有这种证明 但是用定义来翻译 这个极限条件 要回 因为从这样 我们得什么结果 得说Fx 它是小于A加上一不是弄 大于A减一不是弄 得到这个结果 那说明 咱们讨论极限有什么用呢 你发现讨论极限以后 说明这个函数 如果在这个点的极限存在 区埃丁间存在 那在这点的局部 这是淋浴了 区域淋浴 小范围里面 这函数是被控制的 它在这两个数之间 这个函数 这小范围 这个函数被控制 然后在这两个水平线之间 那你这种的会翻译了 各级线 能够翻译成这种结果 至于用这个定义来证明的题 咱们基本上没有 所以课板上的定义证明 都是用这个定义退的 第一章里面 你过一遍就行 有同学基础不太好的话 你赶紧跳过去 会用就行 那些结论 最好还是掌握吧 说实话 这个其他几个定义 我就不写了 这些定义要求书店掌握 我再写一个吧 像这个 这两个是一回事 因为这些定义呢 一般咱讲的比较少 比如说X是趋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函数 极限是A 那你仿照刚才的写法 F跟A无限接近 那肯定还是要有一个 什么一不穷带领 当什么情况下 当X趋无穷大 正无穷大的 没有说正负 那就包括正无穷 负无穷 那这个时候 要这个Fx 减A 任意小 那下面就要翻译什么呢 翻译 趋无穷这句话就行 那咱无穷的话 一般说存在一个大X 大一粒 因为这块包括正负无穷 所以咱们当 X的小X决定义 比大X大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成立 那就推出来 这个函数极限是A 那这叫所谓的 一不穷大X定义 那这个证明呢 和刚才一样 就用它的证明题目 基本路子还是 对任何一不穷带领 要是这个成立的时候 推到这一步就行 从里面找出大X 这些推导呢 你看一遍就够了吧 那刚才的数列呢 是这么写的 数列N球形大 那这个电影可以看出来呢 你数列可以看成函数的特例了 那还是无穷 只不过呢 这个无穷 数列的无穷是正无穷 这个电影可以这么写 任何一不穷带领 你要使这个AN数列减去A 能够小到这个程度 那中间怎么写呢 中间咱们说存在一个正整数 数列这个N是正整数 大一列 当这个数列小N大一大的时候 这块就没有这个决定值了 没有这个决定值 这是正数嘛 数列从这项以后 都有这个成立 三个电影的 我都写好了 无穷电影干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呢 你要基本理解 第二个呢 就是给基因条件 能把这个右边写出来 才可以 因为个别体用到这个定义 你要不知道定义的话 很多问题就没法写了 这要求高同学 还是要掌握 好 最后我简单化一下 对这个极限定义的理解 是距离最关键 你看这绝对是不是距离 那将来你学多了以后发现 咱们学的这个经典的高等数学 都是欧式空间里面讨论问题 将来你学多了以后 发现距离可以改的 在其他空间里面 距离的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一样的话 那极限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个根本问题 就咱们学一个计算机里面 像这个二金字和十金字 一个数在不同的单位里面 表达的结果就不一样 咱们高数里面是经典的 欧式空间里面的一个距离 好 第一个问题 定义咱们就结实完了 尽管 不一样的